《水晶球規探2022年》 過去人們對預防、感冒和流感的擔憂 大多數是在新的學年開始或是冬天來的時候 現在情況不同了 曾經是消費者一年中幾個月的習慣 現在變成了全年的努力 2022年消費者將尋找、研究和購買更多支持免疫健康的補充劑 新意物食品 它們不含膚質用途廣泛含豐富的纖維B蒲醉糖 並且有助於降低膽固醇和血糖的水平 所以當你看到一大堆新的意物食品時 不要感到驚訝 功能性蘑菇食品 若用蘑菇作為食物、療法和補充劑已經存在很長時間 它們有助於增強大腦健康和免疫功能並緩解壓力 但是現在人們越來越感興趣的是 將蘑菇作為一種功能性的成分 用於從小吃到飲料、甜品、蛋白粉和能量棒等 一系列的食物中 沒有酒精的飲料變得更酷 越來越多人開始飲用沒有酒精的飲料 因為精明的消費者更加關心自己的健康 真正的糖更好 由於糖在我們的食物供應中無處不在 而且人造甜味劑造成的問題比解決的重要多 專家預計消費者需要的是來源可靠的真正的糖 這只是消費者預計在2022年看到的 少數幾個食品的趨勢 我們可能還會看到小吃動物類的食品 多食不含人工添加劑的 全天然全食的食品的趨勢將繼續下去 以及無廢物烹飪和有助大腦健康飲食的趨勢 麗莎羅斯·歐林斯是一名註冊的整體營養學家 也是Natalie Zevi.com網站的市場經理 本文首發於該網站 最後一個... 最終順地走在一起 整個一趨勢 又在一起 很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